子凌开麦 今天在节目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在高雄这边有很多戏迷 应该说全国都有很多戏迷的 我们的上河歌仔戏剧团 那么这一次要在魏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歌剧院 来演出前卫歌仔音乐剧 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邀请到了 上河歌仔戏剧团的梁月琳团长 哈喽团长你好 子凌你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月琳 是我觉得怎么好像隔了一个疫情 我们好久不见的感觉这样 像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 是是是终于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 正常的在厅堂上面 然后来跟大家见面 而且呢好像除了说现在在这个像魏武营 或是说文化中心这一些比较 这个经典的舞台之外 上河好像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个发展跟计划好等一下我们可以请 月琳团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在魏武营这边的演出 这一出戏应该也是隆重制作准备很久吧 对啊其实我们这一出戏呢进到魏武营的这个档期 已经三年了那三年每次开卖不久以后就疫情就升温 这样吗 所以就等于他演了三年了 演了三年了 所以我们从魏武营的戏剧院一直演一年到后来就今年就在歌剧院 那其实我们觉得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因为歌剧院是我们台湾算是首屈一指的一个场地 那能够在歌剧院演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荣幸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有自有它的天意 因为我们演了三年以后 我们今年是我们整个制作整个演员阵容最完整的一次 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是天意 想要让我们的这一出大戏变得更好更完整 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一出戏七弟牧连节育 因为就是说以前我对于听到牧连 好像是佛教 而且那个木是眼睛那个木 可是你们这个木是木头的木 我不知道跟佛教那个牧连故事有一样吗 其实是取材是牧连旧母的这个故事 那因为我这个故事呢 我从小就听我妈妈说过 我完全知道她的故事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们去新加坡演出的时候 有一次在舞台上扳演上这个小公演 那那个时候演出的时候效果还不错 但是我就我身为一个编剧的人 我会觉得她的故事本身的强力跟张力都够 但是我觉得那个思想有一点点八股 那个时候让你感觉 因为那故事跟年代不同 然后思想也不同了 所以传统戏剧里面很多都是这样 就是那个思想观念啊 或者是说像在性别习俗上面 很多跟我们现在所想的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以前的人的想象 不一定是我们现在的人的想象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故事 他没有说一定是长怎么样才是对的 但我们尊重以前流传下来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在手法上 还有在编剧的改编上 我觉得我就是让他更现代化一点 因为我觉得传统戏曲 常常缺少了现代人的共鸣 就是那一块生活性的 然后那个跟现代的对话的部分 那可是又不能太矫情嘛 就是让大家现代的很幸运流水 所以我在这一出戏里面 我直接就很大胆的用了一个七地晚报 作为我整个戏的出发点 所以你看到七地晚报 就知道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近代的感觉 那所以我在这一出戏里面 我用现代就是七地晚报的场景 然后穿越到古代 就是地狱的场景 那所以在古代里面的地狱场景里面 他等于他有无奸御主 有牛头马面 有黑白无常 有判官 这些人都在 但是他们在人间的七地晚报里面 担任的都是报社里面的要职 比如说总编辑 文字记者 是哦 记者 对就是采访记者 那他们所担任的工作 都担任不同的职务 就是因为要查到真正的真相 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 媒体担负很大的社会责任 那这些在阴间的这些实责 他们其实 他们也很想看到真相 因为他们也担任审判的人 所以他们有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人 不同的真相 那所以我就用了两个场景 那当然这个场景也会对领原来说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关于我们在人间的七地晚报的时候我们是近代的人 所以我们会比较实装的感觉 可是我们要很快速的就是要改装回去地域的古装的感觉 那所以等于我们在古装跟现代之间来回穿梭 不停的在改装 那这个事情就会影响到导演的手法 还有所有制作群他们的灯光或是补影或是服装 这些人都会被影响到 那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走了这三年 我们也越来越清楚这些动脉 然后也越来越清楚该怎么做是比较好的 尤其在这三年里面我们历经了慕连这出戏的独具的版本 又历经了音乐会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出戏的感觉会越来越深厚 那我觉得现在最初应该是最完整的一次了 是是是 所以那演员也要现代跟地狱穿梭吗 对啊 就是他们就是一个角色他要赶人间赶地狱 就比如说比如说崔判官他在人间他是一个摄影记者 那他专门给我拍照 那他要赶到地狱去的时候他要做古装 但是他还是拿着相机 然后他看着一张一张的底片 然后拍到一些一些人他所看不到的一些 那我觉得这些演员他必须得要很快速的穿梭 是是是可是你们演的是歌仔戏啊 那这要怎么演啊 就是你还有现代的部分这样子 我们这次演的是歌仔音乐剧啊 就是我们歌仔戏跟音乐剧 所以我们也有两位的音乐设计 一位是梁启慧老师他的他的 他是做电影配乐的 然后他的音乐很好听 那他帮我们统合所有的音乐配乐跟所有的歌 那黄翔老师周黄翔老师他是传统编腔 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将近一半的曲调 都是周黄翔老师他编的 那整个总谱再重新整理过 让他变成你感觉不出来哪一块是谁的 但是听起来就是都非常好听 像我们排练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现在演员每次唱 都要在想一下 哎我这首是启慧老师的歌 还是黄翔老师的歌 因为他们的谱长而不一样 对那我觉得至少 因为这个人间跟地域的差别 会产生了音乐的不同 服装的不同 然后也会道具上也会感觉上不一样 对所以场景也会蛮特殊的 嗯是好那这一次呢 来参与演出的演员就要来介绍一下 因为就像月灵团长说的 他必须也要蛮厉害哦 那个角色的转换对不对 现代跟地域古代的这种 是啊我们这一次的演员啊 就是跨足了传统的部分 还有音乐剧的部分 那里面出现了有 包括我们的谢纯雅 雅雅老师 还有博人 陈博人老师 还有林子吟老师 那还有就是佳佳 我们的那个张琴佳老师 他们这几位音乐剧的演员 都是我过去看过他们的演出 然后也合作过几档戏 那几乎只有雅雅老师 谢纯雅老师 他是我们第一次在戏里面合作 那他也是我们这次的音乐指导 那这几位音乐剧的演员的跨足 也让我们的戏变得更生动 因为他们的长处 跟我们的长处不一样 但是我们得要学音乐剧的部分 那他们也要学传统戏曲的部分 包括身段 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 那这几位老师 大家真的可以拭目以待 真的表现得非常好 尤其佳佳 他是演音乐剧 他有舞蹈的背景 但是他这一次担任了孟婆这个角色 他有很多武打 就是有很多身段 跟刀枪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在排列的过程 我觉得他真的很敬业 那也让我们很期待 那当然那个 资营呢 林资营老师 他本身是担任御主 就是无间御主 这个很冷面的角色 他在这一次里面也挑战了很多曲 传统的唱腔 那还有亚亚老师跟博文老师 他们担任了 丰都大地跟地三王菩萨 他们是担任这一出戏 一整出的命脉 就是由他们在 出现这些故事 用着下棋的方式 去讲这个故事 那他们两个的歌声 我觉得绝对可以让大家 那乐林团长呢 跟那个淑井呢 老朋友 这次我跟淑井 你们演什么 我们是演母子 我就是演牧莲 那淑井就是演牧莲的妈妈 刘青蹄 那因为这个刘青蹄 他在报社里面 他其实是在卖咖啡的 他就是七滴咖啡的老板娘 但是呢 他就是导了大家的汇钱嘛 所以他就是 就是讲话比较尖酸刻薄一点 但其实在牧莲的心里面 不管这个妈妈 在外面长什么样 但他就是一个 非常疼爱自己的妈妈 所以在这出戏 我跟淑井就分是了 母子这两个角色 那当然传统的部分 还有方法我们的武术设计 就是我们的刘冠良老师 他在这一次 他里面的所有的武打动作 都是由他编排 那我们在排的过程里面 其实冠良老师本身 也是一个导演 那他在这边担任武术指导 我觉得他恰如其分的 加入很多有戏感的一些身段 那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的歌仔音乐剧里面 少不了有舞蹈的部分 那我们除了很多 为很优秀的舞者以外 我们的舞蹈设计 就是我们的张亚廷老师 跟我们合作很多年 那他在这出戏里面 他的舞蹈设计也非常的优秀 我们每次在看这些舞蹈的画面 我们都想说 到底为什么现在的舞蹈 可以演得这么好 这些舞者已经可以把戏演得非常好 已经不亚于我们的演员了 所以他们不单单是跳舞 他们而且把戏演得非常好 而且有些群唱他们也要唱 就是一个音乐剧的演员 该具备的条件 他们也都具备了 那当然这次加入我们的 还有帮忙我们自己的欣慰 还有宛如 还有亚荣老师 还有就是云成 这位演员也是我们从台北特聘下来的 那这些传统的跟音乐剧的演员的交融 我觉得这出戏已经变得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完整 那我们彼此也彼此取经 是是是 好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我就想说 哇那个场景这样变 而且呢一个 我们对歌仔戏的印象 就是都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印象 然后呢怎么样去穿梭在 现代跟以前的场景当中 好这个演出的时间 刚刚有讲到地点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 那这个时间跟场次呢 我们的场次是在9月的16跟17 9月16、17是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是演完场7点半 礼拜天是演5场2点半 在魏武营的歌剧院 那只有两场 那全台现在目前只有这两场 大家真的要把握 那也给我们支持 因为我们三年来 第一次进到大剧场 请我们高雄的听众朋友 当然还有更多县市的朋友 如果有听到这个广播的话 也可以来给我们多多的支持 是 戏迷们要注意了 就是9月16、17就两场的演出 上和歌仔戏剧团的 七地牧连节育 这场戏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越林团长 因为呢你们的这个办公室这边 其实呢跟以前我们所知道 歌仔戏剧团的样子不太一样 我上次有去参观过 然后也看了你们现场的这个戏 我觉得感觉很棒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平常我们也都可以去的吗 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疫情这三年 我们很多演出都取消了 那我们就想说可以做什么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三年来 我们就在筹划一个小剧场 就是把我们原来在剧团排练跟办公的地方 我们整个全部大改造 把它变成一个田和乐茶席剧场 田就是我们田都元帅 就是戏曲祖师爷的田 和就是上和的和 那乐代表是我们29年来的 一直在做跨越的一些戏 跟创作 那田和乐茶席剧场 到今年6月才开始第一次演戏 那6月 7月 8月已经连演三档了 那这三档戏 我觉得来这边看戏的观众们 都也觉得蛮新鲜 然后也蛮惊艳的 因为在这么小的剧场里面 容纳的人数不多 但是大家很亲近 跟演员也很接近 那个剧底感是完全就是一个零的概念 对 它就是直接从我旁边走过去 有一个呈现式的概念 是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 我还可以一面享受好吃的餐点 比方说喝个好喝的饮料 然后就一面看戏剧的演出这样 对 我们就是可以吃饱食 然后也可以喝茶 然后也可以看戏的概念 因为以前我常常听到我有一些观众朋友到剧场看戏的时候 常常说我为了要看你们这场戏我还趕快跑去附近找餐厅要吃个饭再过来 对 就是好辛苦 尤其是那种 你礼拜五玩场是最困难的 就是下班后又要到剧场又要去吃饭 那不吃又会饿 但是吃了又不消化 因为要改路 看完再吃又太晚了 对 那就干脆你就一趟路 进到剧场来 然后一边吃 吃完以后就开场了 就开始演了 然后你就可以喝茶看戏 那等到结束以后 我们都还有一个互动甜点时间 可以让演员直接跟观众互动 然后聊聊我们演这个戏的概念 那也跟观众有一些互动的来回 那我觉得这是在大剧场感受不到的 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兼顾大剧场 又可以有一个微剧场 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来往 那因为我们这个场地 它有一二楼 那一楼是小剧场 二楼是教室跟排练室 所以我们在今年跟明年当中 我们也有200个课程 200堂的课程一直在进行 有那么多课程 是啊 那我希望甜和月茶戏剧场 它可以培育跟更多更多的 不同的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 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学到 他们想要学到的歌仔系 或是不同的记忆 所以就是想学歌仔系相关的都可以去 是follow你们的粉专吗 还是 对 因为我们的课程 课程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课程 它的开放报名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follow我们的FB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开课的讯息 是 那甜和月茶戏剧场的演出这边呢 要不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这样不太一样近距离的一种 又可以看到戏 又可以吃到美食 跟演员之间距离这么近的一个状况 大家目前的回馈情形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大家都蛮惊艳的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可以吃到这么完整的餐饮 他们都以为就是来看戏这样子 那后来进到这里面 哦原来还有这么完整的餐点 那其实我的想法是 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希望 因为我们做演员的就是像在外面流浪的人一样 我们就是像流浪的吉普赛人一样 到处流浪到处演 那我只是想说建构一个场地 可以让演员 可以让我们的团员也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就在这边演戏 虽然我们工作也是蛮多 但至少你是在自己的剧场演出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想说 观众有时候也是奔波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剧团附近这个地方 已经交通的网络已经很好 有轻轨 也有地下的火车站了 所以等于是这边交通够了 我觉得观众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子 东奔西跑 你可以可能做一个交通工具过来 就可以在这边用餐 那可以看戏喝茶 你就不用跑来跑去 一直在跑来跑去的 可以跟我们一样在这边尘埃落定 然后在这边享受不同的戏曲人生 对那我其实觉得这些流浪是我们的过程 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回归 回归在一个场域里面 然后在这边持续创作 教育 然后跟观众互动 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希望 对 我上一次去就是看你们那个田萨曲 应该是第一出吗 茶洗剧场的第一出 开幕戏 对对开幕戏田萨曲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那一天去看啊 因为我刚好坐的位置是很接近演员出场的 因为你们就从是二楼还是中间的那一块 stand by 就出来了 对我们每一个二楼 二楼是我们最大的后台 然后中间的是我们的中继站 然后在后区还有一个小小的中继站 好然后我就坐在其实蛮靠近那边 所以每个演员出来的时候 我只要一回头就会看到 然后那边好像就是往 就是其实它有点就是大楼里面 然后你们那是一二三对不对 对三楼好 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吗 一走到最后面就会有个楼梯往上面走 那一个地方呢就选了一个鼓 对不对 上面就一个踏鼓 然后你们就开始在那边敲啊 往那个震撼的那个感觉 就是跟演员很近 然后呢我一面坐在那边 又一面想说哇你们歌仔戏 而且穿的都还蛮盛大的那种戏服 几书很大书的 然后我想说 然后这么多的来宾 对不对 你们要穿梭在期间走到舞台上 我都想说哇真的很近耶 就旁边 然后衣服有时候还会稍微 踩到这样 那种很特别的感觉 是是是 我其实觉得我们在演茶席剧场的时候 我觉得观众给我们的回馈是很正面的 至少我目前听到的 然后我发觉那些以前常常来看戏的戏 以前都没有仔细看过他们 然后也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 那现在啊在这个小剧场里面演完戏 然后开始把场灯打开 然后互动的时候就发觉 原来这位是哪一位观众 然后这个是哪一位 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抽一些有讲真打 跟大家做一些游戏 你就会发觉 原来这位观众他的名字是长这样 然后观众也在你身边也会讲话 有时候看到有趣的时候也会笑得很大声 然后你就不小心也会被他们拉走 然后该感动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眼泪 那你就觉得说 其实这样的这么微小的剧场 它可以带的感动 不会亚于大剧场 那是不太一样的 对就很像说 我都不敢乱动啊 就是很怕说等一下影响到你们上台 唱错词怎么办啊 或者是说 我会观察 因为那么近就看得出来 原来那个是月灵 你知道我把你跟另外一位我就搞错 我想说对这个是月灵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三行 就会开始研究 你们的那个化妆 因为之前都是在文化中心 或那种魏武营就很大 很远啊 对不对 远远看感觉 这个应该就是月灵 但是你就会觉得那个妆 其实不是看得很清楚 近看跟远看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可能在流汗有没有 在流汗都可以感受到 嗯真的 而且我们有时候在舞台上打一些大的动作武器啊 跟观众也会距离很近 我觉得做一排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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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就觉得哇真的这个也太严重太震撼了对对对对对我们 我觉得对我们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是我们要学会跟观众近距离的演戏这件事情对我觉得 而且我们这边的演员人数不多 就每一场戏都大概就是五到六 上一档最多就是七个演员 那这些演员他们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他们也学会怎么去运用空间 然后展现自己 那我觉得以后这里 它其实有点像是实验剧场 可以不同的演员进来 然后做不同的实验跟创作 那也希望这里以后 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在这边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的 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请上和歌仔戏剧团的梁月林团长 就是介绍在你们的办公室 基地这边的田和乐茶戏剧场 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 9月16、17号两天两场 礼拜六是晚上 礼拜天是下午的 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歌剧院 演出2023前卫歌仔音乐剧 七地木连节育这一档戏 那大家就是要把握一下机会 非常完整而且很盛大的一个制作 制作就很强大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谢谢 上和歌仔戏剧团的梁月林团长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演出的消息了 谢谢 谢谢子玲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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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